英哥陶瓷博物館三樓展出 2016國際陶藝雙年展入選作品 当中有许多来自台湾的优秀艺术家 所创作的陶藝品 其中不乏年轻陶藝家 将在台湾生活中体会到的情绪 与社会价值表现在作品上 入选作品中 连鱼配将名牌鳄鱼包和鸵鸟包拟像画 反奉现在社会价值将动物皮革 变为极端奢侈品 失去原始皮革长久使用的初衷 但作品手法细致将鳄鱼一颗颗的牙齿 与细致鳞片捏锁出来 真实又能感受到作品的可观性与艺术感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件作品叫《真皮包》 那是由台湾陶藝家连佩宇老师所创作 那他这件这组件的作品 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从他的作品意象看到 他就是在反奉我们现今社会的一个奢华 消费的一个形态 无形中我们追求所谓的真皮皮包的同时 其实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态的破坏 可爱的爪子 梦翻人的笑脸 舒服的四肢张开躺着 圆滚滚的身体无力的放松 这件名为幸福累积的状态 由成为主所创作 同样来自台湾 却选择将幸福的感觉具象化 在二十世代的陈伟族心中 用任意的方式堆叠心中的美好 是累积幸福 这件作品它的名称叫做 幸福累积的状态 是由台湾陶藝家陈伟族所创作 那它的创作理念 其实就是出发于作者本身 很喜欢可爱的事物 那将它可爱的 对于可爱的意象 去用陶瓷 陶土 瓷土 去把它给具象化 那并用一个圆满的形状 状态跟累积的一个方式 堆叠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那像我们这件作品 它很高 那它是用堆叠的方式 那其实它的作品呢 中间是中间镂空的 那就是每一件物件 创作出来之后 再一件一件的串联起来 那呈现一个累积幸福的一个状态 以上两件都是2016 台湾国际淘忆双年展入选作品 双年展展出作品 由来自全球48个国家 优秀淘忆家的精粹淘忆品 共119件 在淘博馆三楼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中家新闻吴佩莎英哥报导